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Glorious Timefish GCC4的小周,我们好久不见 然后今天这个影片呢,其实原本想说就是跟小刚一起做介绍的 但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没有机会就是见到小刚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介绍比较那么神圣 然后也那么专业的一个工作,我还是教会给小刚会比较好 那这段时间呢,希望大家就是要好好待在家,照顾好自己 疫情之后,我们有机会再见咯,拜拜 你们自己选要小刚还是要小周 你再讲小周,小刚就不要拍影片了 哈喽,最后我是来自Glorious Timefish GCC4的小刚 在这边先感谢AWG Mid Valley这边 借给小刚拍这一支非常特别的一个表款 说到这个行南,这个入门必备的瑞士这个名表啦 话题性非常高的,那不乎也有这个这个浪秦啦 Longgins的Hydroconquest啦 Tissot天说这种C star 当然这个美度Midor的Ocean star也不例外 这个经常都是话题性非常的高 也是在美度里面最火红卖的非常成功的一个表款 那旭这个,之前一出这个非常高的性价比喔 哇,有这个高达这种两三百米的防水啦 哇,全不锈钢啦 价格也非常的清明喔 那今年年度呢,最新呢就加入了这个GMT 两地时间的功能喔 哇,让这一支表啦 这个性能升级再升级也更加 小刚个人觉得更加更加的实用喔 那今天一次给我给大家看有这个玫瑰金啦 刚刚大家看到的 然后这个全不锈钢的这个配蓝色的这种纸针 跟今天小刚特别喜欢这一款 全蓝色的这个表圈跟这个表带的 那先说一下这个表的规格喔 表到表尔是49.9mm 50mm以下的这个表尔到表尔 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完美 刚刚好 配上这个44mm的这个表镜这个规格 那之前旧一代旧款的呢 没有GMT功能的那一款是42mm啦 所以它是稍微多了两个mm 然后13.5mm的这个厚度 这边我觉得还不错喔 不会太厚 加上这个22mm的这个表带 200米的防锤啦 然后用这个Swatch旗下也非常通用的 现在70 80小时这一种 但是这个是80小时的这个 这个Swatch旗下的这个基金 然后陶瓷的表圈 最特别 小刚对于这一支表 非常多感言啊 想讲就是第一个感觉一拿上手 这个感觉还是一往如迹 有之前那一种非常扎实 给的那个感觉 给的那个价格 跟那个手感 确实觉得是非常的值得购买 那大家也等一下可以看到 小刚会放那个价格标签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喔 那说到这个价格喔 那我先说一点这个价格 呃 5000不到啦 折扣了之后也应该是3000多 4000这一种价格 价位来说的话喔 呃 你要说其他有没有GMT 第二期时间功能这一种基金呢 我还是没有想到太多的选择 所以造就了这一支表 我小刚个人觉得啦 他是非常有独特性啦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啦 因为这一种价位 给到你这一种性能 这一种防水 这一种运动型的款式 而且还有GMT功能 自动的机芯 这一些喔 呃这一种大品牌喔 呃传统的大品牌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 也是一大的特点喔 那大家也看到 他那个机芯呃 调调也不像我们一般 刚刚看到那一种喔呃就是非常的简单喔 那这个时针喔 这个也可以单独做调这个调整的喔 这边还是他的这个机芯呃还是非常的特别的喔 这个把玩的方式啊 再说这个呃但是这一支要看的这个蓝色的表圈呢 就呃比较遗憾是没有钢没有钢带的那个选择喔 所以你喜欢钢带的话就必须要选到这个呃这个橘色的这个指针 这个款式就有全不锈钢的喔 那我小刚还是比较推荐全不锈钢 但是颜色方面我又比较喜欢蓝色那个款式喔 那说到表圈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喔 表圈的部分他是一样用这个呃 陶瓷跟之前一样还是用这个陶瓷的表圈 那这个防刮度啦 美感啊跟这个呃这个光泽方面呢 都是比铝圈啊 这个aluminium bezel来的非常的好 那加上这个钢带款式呢 还是一样有可以做这个延伸的喔 而且整支钢链喔 是非常非常的扎实 那这个延伸表扣这个部分喔 个人觉得他还是很实用喔 可以拿来当一个微调的一个功能喔 那毕竟大爷现在没有带这种 这一种表下水了对吗 那这个比起之前呢 他虽然没有300米什么600米的防水的功能啊 那你看喔 这个44mm喔 戴上手上 哇真的是行到爆啊 那虽然少了这个什么600米 他没有了这一种600米 但是这支表ISO还是让200米认证喔 那他反而加多了一个GMT功能喔 这边稍微想说一下心得就是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反而 因为目前市场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GMT功能啊 就是这个两地时区的这个功能 是最为最为实用的喔 那你会看到他整个表圈呢 他不是整个外圈呢 他不是用这个24小时喔 你还是可以把那个外圈来当做这个计时器喔 那这个潜水用的这个表圈 反而他把那个24区的那个是刻在那一圈的部分喔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独特的耶 反而好像感觉他有两个功能喔 除了你可以拿来当一个用最外圈来看那个倒数计时那一种 这种好像我们一般看到的运动型潜水表的那一种功能 那那一圈的部分呢 你会有看到这个24小时制的这种 第二时间的这个时区啦 这个GMT这个功能啊 哇 我觉得这个配合起来喔 这两个功能喔 这一支表造就他有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非常高的这个性价比跟这个CP值啦 这一边 而且他整支表这个GMT的这个设计喔 这个面盘的index啦 这些刻度啦 都做的是非常的平衡喔 我觉得很balance喔 不会觉得他是好像乱乱去设计 然后觉得完全多了一个GMT 在这一种运动型潜水表就好像失去了那个原有的那个美感喔 完全不会喔 反正他让我觉得哎 非常的觉得还更加的漂亮耶 觉得他多了一些很实用的一些功能 而且这个美观上啦 第一眼这个眼看下去喔 也是真的是 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一下这一支 因为我个人觉得 这个价位给到你这样子的功能呢 确实在市场上呢 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喔 那今天再来看一下 美琪再看一下小刚 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一款蓝面的 呃 配上蓝蓝色的这个 这个 这一个什么 他的这一个 第四支GMT的针 那这个表身的部分呢 旁边都是做这一些 呃 乌纱处理的 抛光的打磨喔 那呃 配上他有用这个 MIDO的这个旋路式的龙头 都是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